约翰福音第36天 每日亲近神 这圣经仍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祂得着亮观 约翰福音15章18-27节 属神的人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 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但他们因我的名 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 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 他们也看见也恨我了 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 他们无故地恨我 但我要从父那里拆宝会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们也要做见证 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这段经文中 耶稣提到世人都恨他 只因他不属于这世界 如果有一天世人也开始恨这些门徒 那代表门徒也不属这世界 而属乎基督了 门徒被耶稣从世界中特别拣选出来 为的就是在耶稣离开世界之后 继续传扬天国的福音 把属天的国度带到这个地上来 但是当门徒也不属乎世界的时候 耶稣已经预告了世界将会排斥这些门徒 门徒虽然跟随耶稣三年多 但世界的力量也不容小觑 所以最后耶稣应许 真理的圣灵必会降临 而且圣灵降临不只带来真理 也要成为门徒的安慰者 在未来一切的患难之中 他们都可以从圣灵得到安慰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世人会排斥属神的人 造成排斥的原因 不在乎你是好人或坏人 做对或做错 而是当你信主之后 你生命的本质改变就不苟同于世界了 一般人生命的本质是属世界的 是被这个世界所管辖所控制的 但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是属天的 是超越这世界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基督徒所要面对的挑战是 我们不属乎世界 却要向这世界传扬福音 耶稣了解信徒的挑战 所以赐下真理的圣灵 因此我们只要倚靠圣灵的大能 必能保守我们属天的生命 并且将真理 借着圣灵传扬于世 主啊谢谢你赐下圣灵 使我能明白真理 让我在患难中得着安慰 软弱中得着刚强 我深知道我是属神的人 在任何环境中 我都有圣灵的保守 我愿意勇敢为你传扬真理 让更多人也能得着福音 导读神的话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阿们 主啊是的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我们是单单属于你的 乃是你从世界当中拣选了我们 阿们 主啊你从世界当中拣选了我们 我们本是属乎你的 我们不属世界 主帮助我们 甘心乐意的为你分别自己为圣 阿们 主啊是的 我们要为你分别为圣 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 是你从世界中拣选了我们 谢谢主的拣选 使我们可以领受你的恩典 主啊我们要尝讨你的喜悦 而不是讨世界的喜悦 阿们 主啊是的 你的恩赐和选招绝不后悔 主啊你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拣选了我们 感谢主 阿们 阿们 主是的 主谢谢你何等尝阔高深的爱 阿们 因为父神在创世前就拣选了我们 你也为我们舍了你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爱是何等的 使我们有福 帮助我们单单的来圣服你的心意 阿们 主啊是的 我们要单单的顺服你的心意 谢谢你在十加上的牺牲 将我们赎回 如今我们不是自己的人 也不属这个世界 乃是属乎主 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荣耀你的生命 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深知我们在世上是过客 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那更美的家乡 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属乎你的人 阿们 主啊你说我们要成为属乎你的人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了 阿们 主啊是的 如今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求你赐给我们属神的眼光 主啊让我们不再追求这世界的夸耀 而是要追求你的心 讨你的喜悦 我们选择爱你胜过爱世界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耶和华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